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新科议员 是我们能源区市议员陈冠宇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要带大家来请听地方的声音 一起监督市政 欢迎冠宇 嗨 我们美丽的主持人小军 然后还有辛苦的工作同仁 还有更多在电视机前面 或是在网上收看的朋友们 大家午安早安或晚安 大家好 冠宇好 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看 冠宇在这一次的市长市政总职群上 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我们的金融值灾数是居高不下的 我们过来看看 本身出身社会弱势家庭从小因为父亲基欠巨额债务 遇过地下钱庄 追债到家里面 甚至压走爸爸的基隆市议员陈冠宇 特别关心基层弱势者 像是劳工职业灾害的问题 特别提出基隆市的职业灾害发生率 110年高居全国第二名 幸好111年降到第八名的问题 我从小就是一个社会弱势出身家庭 我爸爸欠了非常非常多的债 我们家跑过债 连夜搬家 地下钱庄来压走爸爸走 我们家都遇过 所以我更加希望市府的爱 是从我们的视角出发来看城市需求 尤其银建工程业的 直灾发生率 这是全岛 本岛的 在110年降到本岛第八 在前年110年本岛第二 直灾三高行业 真的他们一直没有掉下来 营建工程业 制造业 仓储及运输业 这三种在基隆市都有 工地潜规则三不一样 不能叫救护车 不能救经救医 不能住院 要说交通意外 这个当时市长你听得很惊讶 我要说更具体的建议方案 面对工地潜规则 我们直灾预防要三岛一勾基 基隆市因为没有职安检察员 我们得靠劳动部的职安检察署 如果可以的话 是否可以跟职安检察署讨论一个短期的方案 至少让固定有职安检察员 待个一年甚至三年 先让基隆市的直灾发生率 缓缓跟稳定下降 保障劳工安全 市长谢国良大讯师表示 除了配合中央相关机制之外 也会要求市政府建立相关职业安全机制 减少职业意外伤害发生 保障劳工安全 我很同意要有这样的机制 那争取从中央派驻职安检察员 我觉得是应该要的 不过基本上如果中央就算 他有种种原因没有准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把我们自己 市府里面的职安机制 把它建立起来 另外陈冠宇议员质询 根据111年非六都县市 每10万行人死伤数的统计 高居全国第一名 如何避免基隆沦为行人地域呢 也要求市长谢国良提出说明 非六都县市每10万人口数 行人死伤数 死伤加在一起 全台非六都第一名 而且高的吓死 每10万人会有大概142个人 是行人在这他是行人然后受伤 但有一件事情真的得面对 我们数字如果再不降下来的话 你总有一天你身边亲朋好友 很容易在过马路的时候就受伤 我们都不希望它发生 所以第一个 市长你至少在态度上承诺 我们两年内两年后 可以将死伤数下降30% 下降到70% 大概会接近第三名90级的数字 第二个每10万行人死伤数 因为他要另外一件计算 但其实算法很简单 就是你能用去年的行人死伤数 去除掉总人口数 才有10万 列入道路交通安全汇报 以及相关局处的业务报告中 成为固定议题 它跟青年政策一样 它是一个视角 它是一个政策方向 市长你同意这件事吗 市长谢国良表示 上任市长后积极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已经有所改善 也将滚动式调整相关措施 保障行人安全 追踪这个数字在大案汇报 绝对没有问题 这也是我们本来就应该追踪 我要跟议员报告就是 我上任大概20天内 我就开始推动了行人友善 这也很肯定 据我了解 这个行人友善的这个政策 已经跟去年同期比 有让我们在 这个行人的死伤数 降低20%到28% 所以我觉得这跟你讲的那个 数字我觉得蛮接近 我们是个滚动式检讨 好 可以看到冠宇真的很注重 我们的植栽这一件事情 那跟他的本身故事也有关系 我们要听冠宇来跟大家说故事 这一次的亮点 要让大家看到照不到的地方 对对对 好 我觉得我先跟大家讲是说 因为一个新市府上任之后 其实每一个市长都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他会想要在他的第一年 或是在第三年之前有些很棒的成绩出来 可是当一个城市 如果说只是在做新的东西的时候 他其实是会看不到本来就持续存在 或是甚至持续在恶化的问题 他就像是一个城市的癌症一样 就是你不看见他 他就一直在扩散 那那个差别只是说 如果人生病癌症你会痛苦 但是城市生病人的痛苦 或是居民的痛苦不太会被表达的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个其实是作为一个明代的角色 其实是应该要呈现出这个看不见的地方 甚至他越来越痛苦的点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列了 包含是几个 就是包含是我们在抢工作平安 劳工有爱 就是现在要聊的职业灾害发生率这件事情 然后有爱无爱的特教障碍 特教资源 那另外一个是真的青年 青年通勤的成家有多困难 然后青年的通勤有多痛苦 还有新人地狱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其实是 因为基隆市已经超高零化 然后但是我们的救护其实提升速度太慢 那我就先从就是植栽开始谈 植栽这件事情其实坦白讲它是一个文化问题 就是在108年的时候统计数字是 就是基隆市的植栽发生率是全台第二高 那当然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 就是植栽的排名会浮动 但是我们在108年109年110年 其实都是在全台湾的前段班 然后最高峰就是在110年 我们是本岛第二名 但是本岛是指台湾本岛 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你看基隆市的土地面积大家都知道 它其实不大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的开发案 比如说营造工程 它其实不会像是其他显示那么多 就比如说我跟邻近人口出的可能是新竹相比 但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可以冲到全本岛第二名 对那它后来当然有下降到隔年到了就是第8名 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问题 就是这个城市是否注重劳工的权益 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处境 那为什么我们会很在意植栽 就是我爸爸以前就是蓝领工人 然后但是这个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很在意的原因 而是一个蓝领工作者 他其实在工作环境遇到的问题非常非常多 像比如说他发生职业灾害之后 就是他就影响到他隔天的工作 或是这个月或是今年的工作 那蓝领工作者多半就是领线 他可能是一周领一次 或是当天就领 那为什么他会需要这样 其实就是因为在经济上或是在负债上面有这个需求 所以他一旦直接失去工作条件 然后跟工作资源之后 那他的家庭支持怎么办 你可以想象到比如说一个蓝领工作者的爸爸 然后他可能在 这个其实都是真实案例 就是他在工地上摔伤 然后他儿子可能在旁边 那爸爸失去工作能力 或是他可能不小心就过世了 那整个家庭怎么办 好 劳工受伤的谁要负责任 当然是雇主啊 但如果说今天这个城市的文化不太会对雇主要求 那劳工的处境是完全不会得到得到得到赔偿的 就我们呃我们办公室主任有有一个 呃我们呃从醒之日开始到现在 我们办公室主任都没有变 他叫做Barnan 他是一个原住民 然后呃他从小也是就是家庭呃家庭的状况很多 然后也是蓝领工作者家庭 然后他同时还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他是原住民 嗯 那呃他碰过非常多是原名身份的职灾案件 然后原民本身在这个城市就已经在一个角落中了 然后又是蓝领工作者 所以他其实是呃一旦发生问题之后 他会有更加多重的效应展开 然后呃呃原民的呃社会关系网络不会像汉民族 就是一般的汉人那么好 所以呃我们办公室处理的很大量 其实是原民的职灾案 那当然不是说只有原住民会发生直接灾害 汉人发生也很高 那个全台那个那个排名都是针对权势的 他没有特别区分说原住民之类 然后那个汉人之类没有 但是都在谈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城市要注重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有一个工地潜规则是这样 就是把那个各式各样各案拼凑出来 就是他有三个潜规则 三不一要 三不一要 第一个是呃案件发生的时候 你不能够叫救护车 第二个是你不能就进就医 哎这这 怎么那么奇怪 哎我觉得大家很多人都没听过 但我跟你讲 你只要随便去问一个他在工地上班的人 嗯他多半都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真的是潜规则 然后不能住院 一要是什么 你要说是交通意外 车祸 好这三这四件事情 都指出一件事情就是 我如果叫救护车了 哎救护车会我开到哪里 他会开到工地现场 嗯 好如果说就进就医 他会问说啊你怎么在这附近 你在哪里受伤 我在旁边那个工区 哦你为什么不能住院 因为住院他会问你 说你受伤的原因啊 然后你当时在哪边受伤 他会去查啊 然后为什么要说交通意外 啊因为你有受伤 你只要拜一个理由说啊 那个我是车祸 或是我自己摔倒等等 或是我是跌倒 就是全部的三不一样 都在保护开发者 就是雇主那边 雇主 但是呃 只是在这件事情在 不管是在中央的法规上 还是说在劳基法 反正各式各样的法规都会指出说 呃你呃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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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你就可以看到说他需要有防护措施的 因为你想看一个状况就是 一个我爸以前常干这种事 就是 就是你就爬个高高的 然后比如说你在一个工地 然后你在搭阴站在做板模 你在那个工地现场就直接站在上面 你旁边没有什么可以站的地方啊 那要不要防护 身上要不要绑绳子 下面要不要有防罪网 你知道这都是很单纯很单纯的逻辑 可是当这个城市的文化 没有在要求或是请雇主负责这件事情的时候 三不一样只会越来越多 然后你会有很多的黑数是你根本查不到的 因为他就不会跟你说是职灾啊 好就算他跟你说是职灾好了 监管单位或是我们的职安单位 职安单位是中央的 就是那个职安署那边 他可能也不会在意啊 因为地方政府就不在意嘛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的那个排名居高不下 就是过往整个这种事情就 不太care这件事情 那这时候谁最可怜 工人最可怜 工人更可怜 比工人更可怜是他的家庭成员 他到底怎么过活 这件事情也不只是只有在发生在基隆市 他我们甚至有些个案 是他去 这也是把那一株人的案件 他就是他在台北市政府的公共工程工作 北市府的工程 还会发生职灾 然后没有获得理赔 甚至会被积欠薪水 啊 我想这包含像积极的精神这些东西 那都是文化问题 就是这个城市 有没有要真正保障劳工 然后看到劳工的辛苦 那如果有 呃开发单位那边 才会开始慢慢慢慢 就是有点警惕 所以就要督促政府来做这一件事情 对 那但过往就没有再做 那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 其实应该在第一年的时候 你至少宣誓 嗯 因为你的有爱城市里面 一定要有劳工有爱 嗯 对这才是有爱城市 是 而除了劳工有爱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来关注我们的环境议题 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金融有两大烂摊子 就是金融结育跟协和四街 好我先讲四街好了 我们就直接看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变化图 好 这个这个其实很多市民朋友应该都没有看过 就是 嗯 协和电厂的很大很大的争议就是 他的方案真的是孙悟空 嗯 一变再变 就是你可以看到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 就是他一路就从2018年的方案 要填海造地 填海造地 填海造地是什么 填海造地就是你要把你眼前那片海 嗯 用土方把它做成可以在上面盖东西的地面 所以他造出一个路面地面来 就是你要与海争地 所以观众会可以看到 绿色的那一片 就是他当时2018年的方案 是要在协和电厂的外海 就是进进填海造地 然后弄出一个大大的绿色 好后来很多居民反对 然后因为你天海造地之后 已经不是造成 已经不只是造成 比如说海洋的损失啊等等 漁业损失啊等等 而是要问说 哎这整个城市景观跟城市发展 可能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嗯 那为什么我不能反对 是 好所以后来开始有军民跳出来反对 有一些公民团跳出来反对 所以一开始发起还不是我们 是 那时候最一开始最一开始关注这件事情的 是基隆鸟会 嗯 就是当时的理事长政委 然后所以后来再变到2.0方案 哎还是天海造地变小了 然后但也被反对 因为环保署的环品委员在问 哎你为什么一定要天海造地 你路上的土地有63公顷 你路上土地未来要干嘛 哎台电不回答 经济部也不回答 所以环品委员就问 好所以后来环品委员问完之后 我缩小我变成一个三角形的方案 变成一个绿色三角形 第二个 第二个2.0 然后到后来也被反对 因为环品委员也更问 啊你可以从1.0变到2.0 为什么不能再更小 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天海造地 你们不要天海造地 你有没有别的比如善用你的场地空间啊 来做的做法 台电就坚持说啊 没有替代方案 一定要天海造地 一定天海造地 就是一个1200亿的公共工程 只能选择天海造地 我花了大把大把人民纳税钱来毁坏这个城市 从生态到渔业到景观 然后乃至到他要排出更多的空污 影响这个城市 所以后来新的方案出来 就是东夷方案 东夷方案更可怕 东夷方案 东夷方案在那个传物代理工会前理事长的形容就是 你直接在我家门口摆凳子吃饭 因为就是然后我还要等你吃完饭 我才有办法那个进到我的家里面 因为他直接盖在基隆港的港水外 那所以未来所有的船只要进去 你就只能等 LNG团就台电用完了 我们才能进去 这其实对于基隆来说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 因为他已经 他连我们的经济命脉 基隆港货已经影响到 那基隆到底还能有什么 问题就变这样 对所以整个方案大概的过程就是这样 是那整个这样看下来是不是在环评程序的争议上 你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对 好在所有的开发案里面都会有一个流程就是 环境影响评估 环境影响评估有两个很大的目的 就第一个是我要在不同的方案里面比较 选出一个对于地方来说 这个地方尤其在邪恶电厂当然是指整个基隆市 对整个基隆市来说影响最少不管是在生态上 在港务营运上 在渔业损失上 在城市景观上都最小 好但从头到尾 石河电厂没有替代方案 没有 他就是零替代 然后只能选择去填掉我们的海洋 那现在要填足的 就是你在那白米宫泡台上方 往下看那一片非常美丽的海岸 他要填他 为什么没有替代方案 问了我们从2018年问到现在得不到答案 第二个精神是因为他叫环境影响评估 影响你要有个算法 所以我要有一个 这边的生态调查的一开始是如何 然后他有办法去计算出未来盖完之后会减损多少 我要补偿多少 然后台电跟经济部都在喊说 他会做到珊瑚净零损失 净零的意思是说你有受损的 我会把他补偿回来 好那但我到底受损了什么 那你要有调查 但在3.0的方案里面 他是没有调查样点 他没有放任何的调查样点 在现在填竹区里面 哇那我连样点都没有 那我要怎么去算 我要补偿多少 好这件事情完全违法环平程序跟精神 那我们在上礼拜四 在环保署的环平委员 在这种争议下 上礼拜四的环平仍然选择继续开会 那我们作为基隆人 就我已经抛开明代身份了 我今天我不是明代 我作为一个基隆人在现场 我完全不能接受耶 他完全他不在意基隆人的感受就算了 他连法制的精神都要抹消掉 这不是离谱吗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知道 现场有冲进去 已经不是只有公民团体了 连旁边的市民都觉得太离谱了吧 这种会议可以开 就是环保署是蒙眼审案子是不是 然后所以后来只好冲进去 打乱那个会议程序 然后要求说你要求环保署要退回重审 立即解散 然后并且要求台电要把 那个你要补充的资料要再送上来 那整个开发争议里面弄到最后 其实最惨的是基隆人 真的可以问问看 那个电视机前的市民朋友 就是你有听过四街填海造地的争议吗 或是你知道协和电厂要做更新改建吗 其实很多人还是不太知道 因为台电从1080开始到此刻 他用600人的问卷资料来代表基隆市36万人 真的啊 真的真的真的 还评书5000多页 5000多页 我们团队几乎就分着把他课完 就把他那像你在那个读 那个考树的办案把他念完 所有资料都是旧的 就是连调查资料当时都是用 2.0的方案去问 然后问600人 只问中山区的居民 然后而且600人的抽样真的很少 中山区哪只 怎么600人可以代表中山区吗 就大家作为你去过外木山游泳 你去海星游泳 你去散步 你去约会 你去求婚 然后或者你去那边住民 这600人可以代表什么 他就用600人代表整个基隆市 大家都八成以上同意这开发案 所以他要整个碾压过去 这没道理啊 为什么那么重大开发案 我们不能了解呢 然后我们不能介入呢 如果今天居民在不了解情况底下 还表达反对 那就是要做公民沟通啊 你要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你坚持天海造地啊 这东西台电不做 环保署也同意不做 看起来就中央就是 中央单位就是没有想要让台电继续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衍生到基隆市政府的立场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个公文 就是这个东西我很常讲 就是台电为什么可以一直开绿灯 跟2.0方案有一个原则同意公文有关 就是原则同意那时候是市府 当时109年的时候台电的2.0方案 行文给基隆市政府 问市府是否同意这件事情 那回答文字非常非常少 就是字有点小大家可能看不太到 但意思就是说你要进行这个开发 我原则同意 好他同意啦 同意了之后台电当然就 不只8成的居民同意 市府也同意这件事情 那当时的市府为什么不做公民沟通 我们也不知道 好像我们没有办法 好像我们不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一样 我们后来在街头演讲都会被问 为什么那么严重的事情 你都没有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 我没听过啊 停下来走咯 没有人知道 对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所以后来我们就一再逼市政府说 你要再行一个文 因为他发现已经变了 请谢国良市长面对这件事情 就是直接废止掉 当时109年公文 很庆幸 然后也真的有看到一个市府愿意承担 就是他在昨天礼拜四的下午 把他废止掉 就是废止了原则同意的公文 然后让台电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就是废止的 右边是谢国良市长废止的公文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之前有尝试透过公投的行动 然后让基隆人可以发声 因为不然基隆人没有办法参与这件事情 那公民投票是很基本的权益 就是你作为一个公民可以去投票决定 或是发表你的意见 但我们在4月21号 连公投都被中央没收 然后所以一路弄弄弄弄 弄到上礼拜四 我们就要继续抗争 去被说我们好像是暴民 对那时候我们一直被攻击 就说暴民 还团暴民 然后冲进打乱会议 那个就已经违法了 为什么还可以继续开 台湾民主国家法治国家 弄到最后至少这样 那所以市府废止公文 这件事情是不止肯定 然后也希望说环保署 经济部到台电 可以悬崖热 就是要为我们的环境来尽心力的保护 要的话要有很好的评估 跟替代方案 这样大家才能够接受 是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就是另外一个乱摊子就是 基隆捷运 好 捷运这件事情就是我的看法 同样跟别人不太一样 就是 当时其实会有 目前基隆捷运的版本 其实在最早以前 其实用基隆轻轨的可行性规划书 就是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就是基隆轻轨的规划 也是在同一个路 就是从基隆南港的轨道建设 轻轨的轨道建设 那当时这个轨道建设有两大目的 两大目的 好 那也是为什么当时联傲昌政府可以说 我们不用出半毛钱 因为他在帮中央解决问题 同时也解决我们的问题 好 两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要去处理往花东火车班次不够密集 或是无法再提升的烂摊子 这问题非常非常久 就是你只要在廉价 你很容易在台北车站看到 会有花东的居民在那边抗议 就是他买不到车票 那有部分因为旅游业买走 有部分是因为整个班次的量能就不够 那台铁的说法是说 为什么会不够 是因为那个我们现在的火车有个支线是在巴独车站 因为巴独要往台 要往基隆 撕掉了一部分的运能 所以这一段如果火车不开 我换另外一种轨道 让火车可以直接从巴独就往宜兰县 往花东走 这样就解决中央的问题 所以我基隆是用轻轨帮你解决中央的问题 所以我可以不用出钱 当时的说法 第二个 我觉得是所有市民朋友或绝大多数的期待 就是我能不能降低我的通勤负担 通勤负担有一个很大很大负担是时间 时间 对就我一早 我即便搭火车 就是我都要六点多出门 然后因为我公司工作大概是八点半或九点打卡 那有些运机好一点的 你可能是十点或是下午 那当然就没有不会那么挤 但绝大多数你就要六点多出门 然后赶火车 然后在火车还要很挤 然后你还要就是一路挤挤挤挤 到可能是南港也换捷运 或松山也换捷运或北车 这个过程 从时间到在那个通勤上面的品质 都是对于青壮人来说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他甚至会痛苦到他 他蛮讨厌他的人生的 就因为你基本上一个基隆人你只要从 有些人可能是从高中就开始了 所以你国中毕业高中就开始通勤 你就开始搭火车搭客运 搭公车转客运 搭公车转火车这种 那你就你的人生会花 你一天会有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两三个小时 对两到三个小时 都在大众运输上工具那个度过 那很很让很让难过 所以当时有另外一个目的是要减轻负担 就是我要增加他的班具 因为那个台铁说 那个基隆到南港这段班具已经无法再提升了 所以我的班具可以更加密集 时间可以缩短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很在意的 我的票价到底怎么算 对那这件事情就会是我更在意的地方 就是你的捷运政策弄出来之后 他到底能不能回到青壮年的需求 我降低通勤的时间成本 降低通勤的 或是不要成长太多 我的经济负担 就是我的票价 但目前这件事情 根本谈不清楚 就是我们在 就算换方案之后 对他换方案也看不清楚 就是很实质的问题 就是你的轻轨来了之后 到底会为地方带来些什么 我作为通勤组 未来的主要使用者 我的乘车的体验会不会比较好 他可能会说班次可以更密集 但如果票 现在如果说你同样都用中运量的捷运来换算 目前中运量在台北捷运是哪里 就往湖线 同样的距离公里数 我先出估啦 因为这个目前都拿不到资料 永远问基隆捷运的资料 永远都会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基隆市政府真的很无辜 他就说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 所以我没有资料 请议员你可以去问中央 中央的铁道局 就是交通部铁道局在做规划 所以要问铁道局 那我们就会问市府说 那你去跟铁道局要资料啊 市府就会说铁道局不给我们 铁道局只有给我们一些领先的简报 我看不到完整的报告书 哇 还是那个问题 那么重大的公共政策 我基隆人的角色到底在哪里 我连知道这件事情我都办不到 这有发生什么事情 蛮荒谬的 那这件事情一直到 反正到今年都还是长这样 所以未来的通勤时间会不会降低 成本会不会提高 不知道 但是捷运在还没来之前 就衍生出另外一个我觉得是 青壮年或中壮年都蛮痛苦的事情 买房吗 对就是买房 是 大家可以 这个真的 大家可以 我没有要再攻击内政部部长 但是我真的要说 唉 他作为一个前任的智隆市市长 讲这个话 我 我作为年轻人真的很痛苦 然后青年买房买不起 是没有规划这件事情 好 当然有可能是媒体断章取义 但是他的原话确实是有这样子讲 那 规划买不起 问题来了 我在基隆买不买得起 好 这个问题就好 好 就是这张图 刚刚上钢图其实是有一件事情 可以先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在讲的低度使用房屋 低度使用房屋 就是他没有什么使用 他几乎是空屋的 全台湾 基隆市房子 我们土地面积才是这样 低度使用房屋 我们全国 全国包含外岛 全国第六名 好 第六名这件事情呢 还是我们从110年到111年的上半年 都在六都 就是都在 都在前段班 你知道吗 但是前段班没有什么好荣耀 就是 整个基隆市场那么大 我的空房子那么多 那空房子到底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 那问题就来了 很简单的经济原则 第一个 我如果把产品变得更多 这个市场的选项变多了 我才有办法找到 第一个我可以买到好的房子 或租到好的房子 第二个 我可以就是降低这个数量 因为他没有 他已经就不是那种物以稀为贵 就是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物件 然后临近未来的那个基隆捷运站 或临近现在的台铁八祖站 然后或是什么 临近基隆车站 附近国道客运站 他就不会变那么稀有 整个城市整个基隆市的空屋 就有两万一千多户 好多啊 全国排行第六真的不叫假 好所以在高空 空屋率那么高的情况下 再来看房价 哎房价这件事情 你可以看这个 这个数字真的很激烈 我们从2019年 2019年就是那时候是108年 108年的时候 几乎就是刚宣布我们的轻轨要 登登登升等变成基隆捷运 就开始飙了 对开始飙 一路飙 飙到现在看起来毫无尽头 就大家可以看这个图表 就是这个都是 但这当然都是出谷 因为我会有一些 比如说可能是中古屋的差别 或是新屋的价格 那但是我一路在飙升 我整个基隆市里面 中山区跟暖暖区的涨幅真的涨超多 暖暖区跟七土区 很明显就是因为轨道建设的关系 所以我一路涨 然后有一些农地 有一些可能是工业用地 就开始被变卖 然后地价涨 然后房价就涨 然后那直接涨到后面 整个整个捷运来基隆 就算今年动工好 依照那个中央的说法 对 他要10年 我在这10年里面 我的房价 房价高 还会弄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的中壮年 在你高中开始 你就注定增加一个成本 就是通勤 你通勤成本 坦白讲要说贵也不贵 一个月可能三五千 然后 但第二个成本就是时间 然后我的通勤的经济成本 心理压力 好第三个 我如果要在基隆结婚 买房 好 但是如果说这时候的我的房价 如果已经跟双北市的郊区 就比如说可能是三峡 邻近的金山 这都已经很接近了 连淡水 淡水有些房价 已经跟基隆是差不多 就我们的房价 已经涨到他们那个程度 那我为什么要带基隆成家 问题就变成这个 我今天我已经工作稳定了 第一个是我不想通勤 真的很多通勤族被 很多通勤族 最后会到双北桃园租屋 理由没有别的 因为租屋不一定会比较 租屋的成本 不一定会比通勤成本便宜 但他还是选择那边租房子 因为通勤真的很累 真的 那个在 时间成本 时间成本 然后跟你每天就找出晚归 精神状况不好 然后你到公司 你又担心会不会失到 然后你会因为精神状况不好 所以影响到你的工作 工作绩效 然后更多的是 在这个种种考量底下 我如果在双北租得起房子 你他就会离开基隆 他一旦连租屋都离开基隆好 未来成家买房 如果基隆市的房价没有诱因 我的空屋没有释出 那他为什么要坐在基隆市 他就会直接变成一个 青年事务上很单纯的选择 就是双北减轻痛情负担 生活的期待也比较多 然后我可以满足多的需求 我那时候有个年轻朋友 青年朋友跟我讲 因为那时候在做总职训准备 他跟我讲一段话 会选择在基隆的只剩三种人 第一种 你买不起台北 买不起台北贩子其他地方 就是你的工作地点 比如说买不起台北 新北桃园 第二个 你对基隆有爱 你真的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你愿意承担一个 时间成本 对时间成本 然后你还选择留在这边 然后而且工作期待上面 你觉得基隆还值得你等待 第三个 你成家了 你在 你成家立业 然后你可能因为你的长辈在这边 所以你还选择住在基隆市 但是你一旦住在基隆市 我要扛房贷 我未来生小孩 我有育儿支出 我还要通勤 那真的很痛苦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过 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他有个朋友是工程师 就是 就已经很高薪了 就是他起薪都六万多块 他不结婚 不结婚理由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每天通勤 根本已经没有时间去交女朋友了 那他干嘛还要就是找人 他连 他的同事揪他去联谊 他都不要 因为他都每天 他每天生活就这样 每天花两到三个小时 那所以他就说 除非是他选择搬到那边去 那他就有时间了 他每天时间就变多了 那他才会选择想要成家 所以我那时候就对谢市长讲 然后也对民政处的那个 冤舱所长讲说 青年成家大不义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找不到对象 而是这个城市的生活期待 还有说我的成家的期待 我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是我们来看看你在市议会 去职讯的影片 基隆市议员陈冠宇 引用近来内政部长 也是前基隆市长林又昌 针对年轻人买得起买不起房子 引发争议的新闻 咨询市长谢国良 针对房价居高不下 年轻人买不起房 该怎么办呢 基隆市长谢国良 答寻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表示 应该要尽量不要盖豪宅 多规划小坪数的房子 特别是未来基隆捷运开发过程中 周边可能有许多共购的地 都应该这样规划 可能有抑制房价飙涨的效果 协助让年轻人买得起房 也方便通勤工作 至于您讲的这个房价 长期来看我们的确要想办法控制 那要怎么样控制呢 就是尽量不要去盖豪宅 那怎么样不要去盖豪宅呢 我有一个理论你听听看 就是说这个要跟都发出一起讨论 这个目前没有现有规范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地 政府要释出的时候 他应该是要画小坪数的 他不要去做那种大坪数的 为什么 因为小坪数的都是我们小资 都是我们很多薪水阶级工作组 大家买的房子 可是如果你把你没有设计 这个建商他们在规划 他们的整个建筑量体跟内容的时候 他就是往大坪数的规划 那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标涨空间 那当然如果是他们的地 我们就必须要比较尊重他们的规划 可是未来整个在捷运的开发过程中 我认为会有很多供购的地 或者是政府可以依法取得的 我认为应该要去考虑 让更多的薪水阶级 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来买房 那要来买房 要买什么样的房 就是这种比较小坪数 但是在捷运周边的 我觉得这样子相对之下 可能对房价的益助 市长 我希望会有一些帮助 所谓小坪数是值几坪呢 市长谢国良私下表示 大约30坪以下 这个如何把房价压下来这一件事情 或者是如何让年轻人买得起房 或者是想让想要帮这个 能想要换房的民众 可以成功换房 这件事真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必须要追求的 我们要请教那个冠宇 你在市议会最后ending是怎么跟市长呼吁的 好 我讲认真的就是 国良市长的答 我当然因为是总质询 所以我是随机讨他 但他的答复会让我 我当然没有到没有满意的程度 但是至少他会选择 他知道说捷运周遭的房间 那个建案 其实应该要提供给薪水阶级 那小评数是不是就这样定义 这个我就先不讨论 但至少你要先看到需求 因为其实在我们从上一届市府 就在高喊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在捷运周遭的房屋 应该先提供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并不是指说他品质比较不好 而是他是为了稳定房价 跟他符合一个人买得起房的程度 所定的房价 那他可能只能租不能卖 那也没关系 但至少我有一个房子可以成家 那这件事情在上一届市府 反正没有得到答复 然后甚至我们那时候在谈说 其实我们的空屋很多 应该要开始也修改我们的 那个囤房税的 那个税率的基准 还被前任市府说这是假议题 因为前任市府的说法是说 金融的房价没有那么高 我跟你讲房价高低真的不是这样看 房价高低是看说我到底能不能选择再去 在这边成家 他要回到基隆市的处境来看 那个不是看数字 看数字 我拿台北跟基隆比 那会觉得基隆超级无敌便宜 我拿台北跟我的家乡屏东里 也会觉得基隆稍微便宜一点点 但是我该允许这样的高房价吗 从头到尾那就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那跟我刚一开始在讲的那个职代一样 所以第一个是空屋要开始被释放出来 第二个就是你的捷运规划里面 要有一支房价的功能跟作用在 然后包含社会住宅 包含是基隆市政府要有一个住宅的政策 他是青壮年的需求 是未来你招商引资 年轻人如果回来工作的时候 他住得了 他买得起 对 是 所以可以看到这件事真的是 很多民众所要求所期盼 而且就是青年人很关注的议题 我自己也在基隆租房子 是不是也是买不起房 买不起啊真的 你知道基隆租金也一直在飙耶 真的啊 基隆租金在飙 基隆租金真的已经跟我之前有住过板桥的郊区 现在基隆市的租金已经跟板桥交去差不多了 对那还是那问题 我住板桥就好了 我看他租基隆 是啊 又还可以省时间成本 对啊 好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行人地域 行人友善的议题 嗯 这边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我还是那句话 这是所有的政策都应该要先从观点出发 观点跟价值如果没有看到这群人 政策规划或政策落实的偏差值就很高 因为你不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那如果你的目标是为了让你可以连任 或是有一个亮点建设 那这件事情他可能不会太光鲜亮丽 因为尤其像行人空间 行人空间就是这么一回事 基隆的行人空间有多痛苦有多糟 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八年或几年 他其实是十几二十年共构出来的问题 路太小 对因为我们路太小 然后早年的从中央开始到地方政府都会觉得说 我的道路是要给车走 我是一个以车为本的车本的国家 那但是 你其实全台湾都一样 全台湾绝大多数都是行人 就是你离开你的那个气机车之后 你要怎么办 你就是行人啊 你会走到哪里 你就是你如果没有人行到 你就只能走在马路上 那可以看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我们自己算的 我那时候弄完这个之后一直被问 行人死伤数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没有任何污蔑的意思 但我还是那句话 你没有看到你的这个城市的问题点的话 你不会知道你的新政策要推动些什么 你一直在落实新政策 推动新政策 但老的问题像癌症一样一直在复发 然后人民很痛苦 但人民讲不出来怎么办 其中一个就是行人 我那时候把那时候 那时候好 这件事情那时候我怎么会去算 坦白讲一开始也不是故意的 一开始其实是在做总持续准备的时候 你要有个数据可以比较 我一算真吓死人 就是每10万行人死伤数再扣掉六都 好六都会把他扣掉 所以六都真的很有钱 所以我把六都排掉 扣掉六都之后 我是全台的第一名 全台第一名 国内我把外线市 我把那个里岛扣掉 所以每10万行人死伤数第一名这件事情 他的算法很简单 就是我那时候真的一直被媒体问 然后市府也担心说会不会是我算错了 所以就拿来跟我合作 后来就把我那个计算公式摊给他们看 很简单的算法 每一年的行人的死亡跟受伤的总人数 去除以你的总人口数再乘以10万 你就会得出这个数字 所以这个数字都是在去年110年的 因为一年度刚过完嘛 所以那个交通部会有统计数字 然后去除以就是人口数 然后你就会排名排到这件事情 非常高 每10万人口 基本上是每10万人口就有142人受伤 所以我那时候在议会的时候讲说 这件事情再不处理 总有一天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在过马路的时候都会很危险 因为他除了是文化上 大家不太尊重行人之外 更多其实是道路设计 我们的道路设计就不太可以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从暖暖区的行人跟道路设计 空间停车的空间来改造对不对 对然后大家可以先看这张图 就是暖暖街其实是应该是很多暖暖人都蛮有感的地方 就是暖暖你从出了火车站走暖暖老街 一路走到暖暖的新街就过东市街那个路口之后 一路往前走 其实是两侧的骑楼不平整 然后高高低低破损 然后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人行空间可言 然后马路上的并排停车问题很多 那但并排停车为什么会被允许 就是坦白讲我不觉得那是执法的问题了 那终究还是文化的问题 就是我有沒有要留这个空间给行人走 那边又是商家段 真正可以让商家赚钱的不是汽车 因为汽车只会一摊一摊跑 比如说我要去清新买个饮料 我车子临停在清新前面 他就走了 但如果说今天他是行人 他才有办法逛啊 我未来随着淡南古道的路线他是山友 他开通 他已经开通了很久 然后我从暖暖山下车 我走暖暖老街上去到暖暖新街 我走在人行道上 我才看到说 这边有不同的店家 饮料店旁边有卤味摊 卤味摊旁边有Seven Seven旁边有有鸡肉饭 这些他才会逛 他的商圈才发展出来 所以行人到建制出来 整个地方的经济跟发展商圈才可以被带动 但那有个很大的前提是 我们要开始在意这件事情 然后而不是说要用以前的开车聆听一下 聆听一下而已啊 不会挡到人 那这件事情他就造成很大的问题 就是暖暖街 就是我觉得是很典型基隆市的例子 是 那所以接下来你看到的是 好 这件事情就会是 划设 对 绿底 好绿底人行道 其实绿底人行道 这也真的要再讲一下 绿底人行道从上届 而且醒智在议会的时候 就一直在讲 一直一直在讲 因为绿底人行道的效果 其实就是我明确划设出一个路权 因为大家其实对于斑马线有点麻木了 就是你看到斑马线不太会 不太会觉得你要里让 然后那我用绿底人行道 就是绿色就是我的空间 这是行人走的 那驾驶人会比较知道要留意 所以那时候就在喊说要画绿底人行道 但一直没做 没做的原因是因为一条大概你画一条 可能就要2万块到3万块 所以像比如说 浪卵街东西街那边 我们自己估算了 因为他是算面积的 浪卵街东西街口 那个四个 那个口字型的人行道 大概就要10万块 好 但问题来了 我一次性很贵 不代表后面也很贵 所以该不该画 即该画 那这件事 这件事情在谢国良一上任之后 就立刻开始推动 所以很肯定 可是坦白讲也并不够 对 那第一个是我不太可能 在既有的预算里面都画好画满 然后第二个是 画了太多就会有围管上面的压力 因为你不可能 我不可能每年都那么有钱嘛 是 那所以第二个 我觉得要再整理的空间 就会是 七楼 七楼空间 对 那七楼空间其实这件事情 市府大概在两个月以前 就开始被骂蛮惨 是啊 我今天那个真的是 要处理的议题有点搞错 七楼真正要处理的 其实是保持畅通 然后但因为 基本上全台湾各县市都会有个问题 就是路边的停车空间不够 路边停车空间不够 然后他 你就得停在七楼里面 或是说你 你不想你的爱车淋雨 你就得停七楼 所以 那个就在空间规划上 那落实管理 才是 落实管理跟七楼整平 才是真正你该做的 不是开放七楼停车 七楼停车已经是一种逼不得已了 因为我在路侧或是路外的停车空间 还没有盘点出来 那我就停七楼 但是你要停七楼 那你要落实管理啊 就是哪边可以停 哪边不能停 哪边要进空 所以像新竹市 我就拿 我就拿新竹市的例子 新竹市其实是没有针对七楼 针对特别去定制制条例 但他就划一条线 就是他做起头整平的时候 顺便一条线划出来 这条线到路侧 道路这边停车 这条线到你家门口 给大家走 公平嘛 然后我给大家走的那个范围1米5 至少1米5 轮椅足也过去 合理啊 这件事情才有办法真正处理这件事情 不然像我开放了几个点 民众没有办法识别 民众可能会以为说 这一整条路好像都可以停车 但后来才发现 原来只有前面几号了 这就是大家比较疑惑的地方 对大家就蛮疑惑 然后就会抱怨嘛 就是说你一个市长 就一个市政很上任 就把骑车给车走 人行的地狱 人行的问题在哪里 行人地狱又那么严重 就会一直被骂 所以 没有 真的是搞错标的物 所以他应该处理也是落实管理 但这样坦白讲也不够 还是要回到道路设计 跨局处 对跨局处 过往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观念是 路是给车走 所以我不会回到行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 那 你在马路上 行人自行车轮椅主 或是娃娃车主 绝对是弱势 就是 你要这样 对 你一定会 爽爽下下的退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是难听点 人包铁跟铁包人撞到之后 谁会受伤 其实就是 就是人嘛 肉身你的肉体一定会先受伤 所以我要怎么让行人的空间可以被保障出来 律理人情是要这种方式 但另外回到道路设计 所以像比如说行川线的退缩 我有一个行人庇护岛 行人庇护岛就是 车子在弯过去的时候 他会受到一个障碍物 他一定得等你 因为他如果不等你 他就直接撞到那个分割岛了 所以他等你的时候你的空间就出来 你才有办法安全的过马路 那这件事情过往金融市政府 当然是都没在做 所以金融市的 路已经很小了 路已经很小了 但是 我跟你讲 这期就会回到停车这件事情来看 如果说今天我把路都拿去给车停 或是我认为我的路要保留停车空间 你的空间一定不够 因为路真的小 但如果说今天我把停车空间挪出来了 就够了 你的空间才会被释放出来 然后包含像是比如说有些揽线的空间 比如说那个你揽线可以地下化 我就不用去插那个揽线的杆子 比如说台电杆 中华电竞杆 那个立杆的那个基座位置移出来 我的路的空间才会重新 就被涂掉的时候重新规划出来 那这个是很长久的政策 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在谈行人地域 每10万史商绿圈国第一名的时候就说 第一个我们要有个目标 就是我们要希望两年后可以下降30% 第二个就是道路规划这件事情都要有这个观念 就是路有一定的空间 就是给行人走 给娃娃车走 给障碍者走 那停车空间积极做盘点 把停车慢慢引导到道路之外 然后让人停好车之后 可以来体验这个城市 就是我走过来 对这就是真的可以摆脱地狱二名 让人真的可以好好行走 基隆就真的是成为友善城市 对对对对对对 剩最后五分钟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老街地方在身吗 还是要讲国安路旁的造型 我讲老街这件事情 老街好 老街这件事情其实是 这个我还是内秀 我要再回顾一下 好 老街这件事情其实当时在 李又昌在选第二届的时候 选举说的地方 对他就有说到暖暖等历史街区的创生 然后但是这件事情就一直没有落实 然后还那时候林市长有对王行之道歉 就在那个总直选的时候跟行之说 这件事情他办不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 大家可以先轮播一下 就是我们暖暖老街 暖暖老街的文化路径 对暖暖老街的文化路径 因为你看暖暖老街非常非常丰富 我们有一个全台湾第一个无人车站 然后它是宜兰县的轨道 然后你出来之后你有水 这个是我们的社区报 刚刚那一张图 就是我们自己做暖暖的社区报走多暖暖 你附近会有水的路线 你循着基隆河循着暖暖溪一路往上走 你会有超过百年的磅浮尖 超过百年的进水厂 全台唯一的土地公庙 然后还有我们 这个散步的好路线 对散步的好路线 然后这些牌面其实就是我们团队 我们自己做 政府不做我们自己做 这都是你们做的 对这都是我们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特色的牌面 不只是让人引导而已 更是要让人觉得 这地方文化历史底蕴非常丰富 然后你做一个山友 你就会来走 然后像比如说暖眼界100号 这个100号是我跟几个朋友 我还不是用明代身份 我们这阵子拼命在整理 他是去搬垃圾出来 不只搬垃圾 里面我们上个礼拜 六去挖宝 真的挖宝 很丰富 黄金 没有黄金 黄金如果有的话 我就不会在这边 但是那个老屋是 整个基隆市 已经看不太到什么日式建筑 基隆市因为发展很早 在日制的时候就有被关注到 尤其是暖暖 因为我们有水库 那那个水库也是日制时期盖 所以整个日式风格的老屋 只剩下冷暖结100号 然后我们那时候去挖什么宝 去挖他的那个黑砖瓦跟窑 就是他的那个屋檐 当时以前那个瓦片 那个瓦片是整个北部非常非常稀有的瓦 然后还有一个瓦是从宜兰来 他是写宜兰的窑场 然后我们那时候去问了一个 在宜兰做窑做砖的研究者 他说我还不知道有这间窑场 因为他上面就写蓝阳 好像蓝阳窑场还是什么之类 蓝阳平原应该就是指宜兰 那些东西他都彰显了暖老街的历史 所以我们就很期待是说 后来这件事情谢过梁思导的承诺 就是把暖暖老街 包含是我们的水的文化路径 纳入地方创生的范围中 然后蓝阳间100号 政府现在没有资源做 那就我们自己做 我们做指示牌引导路线 然后让你知道有历史有故事 蓝阳间100号慢慢开始活化 有一个新的起点开始 他是一个日式风格的建筑 对这件事情是 不管有没有当议员 我们都会继续做的事情 真的还有我们的淡兰古道对不对 对 淡兰古道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那时候有个理想路线是 暖暖车站其实是淡兰古道的 中路跟北路的起点 然后你可以出了火车站 你往过港的新农街 一路走到瑞芳 你走金山街 东士街 走到暖冬峡谷 是中路 整个全台湾里面 会被同时有两个起点的 真的只有暖暖 北北之宜的起点 就是暖暖是一个共同点 所以你们最近还办了活动 让大家来体验 真的是用手去摇出来的染料 那都是以前古法做的方式 真的很特别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冠宇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他很深入在地 听到地方声音 真正表达民意的一些想法 相信这些建议 可以经过不断的建言上升之后 会被听见 那我们的基隆会越来越好 谢谢冠宇 好 谢谢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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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